哈盖书第一章 大利物王第二年六月一日 耶和华的话借着哈盖先知临到撒拉帖的儿子 犹大省长索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 说万君之耶和华这样说 这名说重建耶和华殿雨的时候还没有到 于是耶和华的话临到哈盖先知说 这殿雨仍然荒废 岂是你们住在有天花板的房屋的时候吗 现在万君之耶和华这样说 你们要反省自己的行为 你们撒了种多收割的却少 你们吃却吃不饱 你们喝却喝不足 你们穿衣服却穿不暖 得工钱的却把工钱放在破袋里 万君之耶和华这样说 你们要反省自己的行为 你们要上山取木材建造殿雨 我必因此喜悦并且得荣耀 耶和华说 你们期望丰收反倒欠收 你们收到家里的我就吹去 为什么呢 万君之耶和华说 因为我的殿雨荒废 你们个人却为自己的房屋奔驰 所以 以你们的缘故 天就不降甘露 地也不出土产 我叫甘汉临到大地 群山 五谷 新旧 新游 地上的出产 人畜 和人手劳碌得来的一切 那时 撒拉帖的儿子 索罗巴伯 约撒达的儿子 大祭司 约书亚 和所有余生的子民 都听从了耶和华 他们神的话 听从了耶和华 他们神所拆来的 哈盖先知的话 众民在耶和华面前 都存着敬畏的心 耶和华的使者 哈盖 奉耶和华的命 对众民说 耶和华说 我与你们同在 于是耶和华 激发了撒拉帖的儿子 犹大神长 索罗巴伯的心 和约撒达的儿子 大祭司 约书亚的心 以及所有余生子民的心 他们就来 新宫建造 万军之耶和华 他们神的殿宇 那时 是大利乌王 第二年 六月二十四日 哈盖书 第二章 七月二十一日 耶和华的话 临到哈盖先知说 你要对撒拉帖的儿子 犹大神长 索罗巴伯 和约撒达的儿子 大祭司 约书亚 以及所有余生的子民 说 你们中间剩下的人 有谁见过 这殿宇从前的荣耀呢 现在 你们又看他怎样 岂不是 事如无物一样吗 耶和华说 索罗巴伯 现在你要刚强 耶和华说 约撒达的儿子 大祭司 约书亚 你要刚强 这地的一切子民啊 你们也要刚强 并且要做工 万军之耶和华说 因为我与你们同在 这就是你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 我与你们立约的话 现在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 你们不要惧怕 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 在过不多的时候 我要震动天地海洋和汉地 万军之耶和华说 我要震动万国 万国的珍宝就必运来 我要使这殿宇充满荣耀 万军之耶和华说 银子是我的 金子也是我的 万军之耶和华说 这定于后来的荣耀 必大过先前的荣耀 万军之耶和华说 在这地方 我必赐下平安 大利物王第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耶和华的话 临到哈盖先知说 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 你要向祭司询问 有关律法的事说 人若用自己的衣襟 承载圣肉 后来又使自己的衣襟 触着饼汤 酒 油 或别的食物 这就算为圣吗 祭司都回答说 不算为圣 哈盖又说 人若因触着尸体 而成为不洁 又触着这些东西的任何一样 这就算为不洁吗 祭司都回答说 要算为不洁净 于是哈盖回答说 耶和华说 这民也是这样 这国在我面前也是这样 他们手里的一切工作 都是这样 他们在那里所现的 都是不洁净的 现在你们要反省 从今日起 回想过往 就是在耶和华的殿 还没有一块石头 跌在另一块石头上面 以前 那时 你们怎样呢 有人到谷堆来 想得两百公斤谷 却值得一百公斤 有人到榨酒池去 想从酒槽得一百公升酒 却值得四十公升 耶和华说 我用汉风 煤烂和冰雹 击打你们 和你们手里的一切工作 你们还是不归向我 你们要反省 从今日起 回想过往 就是自九月二十四日起 从耶和华殿的殿基日开始 你们要反省 仓里还有种子吗 葡萄树 无花果树 石柳树和橄榄树 岂是还没有结果子吗 从今日起 我必赐福 同月二十四日 耶和华的话再次临到哈盖说 你要向犹大省长索罗巴伯说 我要震动天地 我必请赴列国的宝座 消灭外族万国的势力 我必推翻战车和驾车的人 马匹和骑马的都必跌倒 个人必死在自己兄弟的刀下 万君之耶和华说 撒拉铁的儿子 我的仆人索罗巴伯啊 到那日 我必提拔你 耶和华说 我必以你为印记 万君之耶和华说 因为我拣选了你 他已经寻了你 我加的是 倍速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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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 感谢观看